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非常好的天气 那么在国外的我们呢 就是现在呢 因为还是在疫情的期间 然后呢 政府这边呢 还是在控制这个疫情 就是所有的防疫措施呢 都必须严格的执行 所以呢 这边的一些体育活动呢 还是不能在室内进行 因为呢 我老公呢 是那个蹦床的教练 所以呢 他目前呢 一周只能是两天时间呢 分批的训练 他的学生们就是那个跳蹦床 因为毕竟呢 就是自从那个疫情以来 就是全部的那个体育活动 还有一些文艺活动的 已经是陆续的停止 疫情期间又不能训练 就是比较 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比较难的 在这边的这个小的篮球场呢 是训练他的学生 然后你看 就是后面 在我后面的就是那个蹦床 然后呢 我老公呢 在指导他的学生 去怎么跳这个蹦床 然后他们呢 是说荷兰语 然后和法语 英文的话呢 是很少说的 但是呢 现在政府呢 也鼓励这些年轻人呢 去学习英语 然后因为递进英语 是世界上 可以都交流的语言之一 所以呢 都比较好 要不然的话 欧洲这边呢 除了英国之外 其他国家好像 只有自己本国的语言了 老公就是 训练13岁以上 到18岁 这个年龄段的学生 在就看这些年龄段的时候 都是眼镜 unsuccess 之阻人了 在家里面丹对 这样子 都道不一样 就是 这个年龄段的学生 为他终于 小色的学生 大部分 什么 als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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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